感谢主 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 他们为我们唱了这么美好的诗歌 《一粒麦子》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系列的经文 约翰福音我已经讲了一年了 到现在才讲了一半 看起来是比较慢 英国有一位牧师叫钟马田牧师 他在一个教会里曾经用了14年的时间 讲一卷经文 就是以夫所述 14年的时间 14年是什么概念呢 就好比今年你的孩子刚出生 然后我跟你们讲说 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习约翰福音 然后等到你的孩子上高中的时候 我说我们的约翰福音学完了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 我们教会今年才成立15周年 对吧 就好像说我们教会一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今天我们开始来查经 查约翰福音 到了 终于到了今年 我们说我们把这一卷经文查完了 听起来真的是很 好像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是其实并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确实博大今生 永远都读不完 永远都学不完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还没有信主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每天上班在北京要坐地铁 那个时候北京的地铁很空旷 也没有现在这种拥挤的人潮 然后大家在地铁上都拿本书看 那个时候呢 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拿着一本小小的圣经看 并不是说我那个时候有多么的渴慕神的话 而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圣经这本书很奇怪 他永远读不完 你什么时候翻开都像没看过 从哪看都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拿着圣经在看 因为圣经确实是好像永远都学不完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就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圣经已经很熟了 不是说不能说我可以备注很多的经文 但是至少我觉得圣经中没有我不知道的内容 内容我是都知道了 可是呢 后来就有人就给了我一个教训 有一次呢 有一个姐妹她生病住院了 我去看她 那她生什么病呢 她得了痔疮 她就做了一个手术 那么我去看她的时候呢 这个姐妹就跟我讲 她说圣经中旧约里 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城市的人 他们得罪了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他们全城的人都长了痔疮 那么怎么办呢 就他们怎么样向神赔礼道歉呢 神就要求他们用黄金做一个痔疮的像 献给神 然后他们就得医治了 当时我一听我说 什么乱讲 根本不可能 你简直就是在侮辱我们的神 侮辱圣经 圣经里怎么会有这个 有没有 圣经里还就是有 当时就给我很大的打击 我说我明明已经读了好几遍 为什么就读完了 就像完全没读过一样 根本就忘记了 然后我想旧约真的是很难记 但是新约我很熟啊 新约那些话我都知道啊 结果有一次呢 又有一次又给我一个打击 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 他说他的儿子高中毕业 也不去上大学 天天看那个香港的那种黑社会的电影 非常迷恋那些帮派的东西 他说你可不可以去跟他谈谈 跟他传福音 我说好 我就去跟这个年轻的男孩谈 我说你迷恋的那些兄弟义气 那些江湖义气 什么弟兄情深 那些都是靠不住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结果这个年轻的弟兄跟我讲 不对 圣经中间保罗曾经说过 为了我的弟兄 我宁可与基督分离 我说什么 你乱讲 你完全是侮辱圣经 你又在侮辱我们的神 保罗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 保罗说过没有 保罗就是说过 所以虽然不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 所以当时又给我一个巨大的打击 我发现真的是 圣经你以为你读过很多遍 你以为你都很熟很熟 可是每一次翻开 每一次认真来学习 认真来查究的时候 你发现你真的是有很多东西 你完全没有印象 或者说你读过之后 他并没有在你的生命中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无论信主有多少年 无论你觉得你读了圣经多少遍 无论你觉得约翰福音 我简直都已经倒背如流 听讲道听过一百次了 但是我们真的不可以在神的面前骄傲 所以让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来学习神的话语 就像我刚才 觉得这个 你讲到旧约中居然有精致疮的事情 你简直是侮辱神 然后我又觉得 你居然说保罗为了他的兄弟 要与基督分离 你又是侮辱神 那时候 我觉得我很像中国的广电总局 中国的电影局 动辄就是说 这个好莱坞大片 辱华 为什么辱华呢 这个镜头里出现了上海人搭着竹竿 在外边晾衣服的镜头 这简直是辱华 侮辱了我们中国 然后另外一个电影 什么尖锋时刻 又辱华 为什么辱华呢 中国人怎么可能被打得撂裤子 这个简直就是辱华 不可以 所以就像我刚才对那两位 姊妹和弟兄的反应一样 圣经中写的任何内容 没有一个内容 是让神羞辱的 只有我们对圣经知识的缺乏 我们对神认识的空白缺乏 才会真正地令人羞愧 所以今天我们就 老老实实地来学习圣经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了 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 这一章中间呢 主要的一个比喻 出现了好几次的一个比喻 就是耶稣讲到了一粒麦子 这个十二章 这一粒麦子 这样的一个比喻 它其实回答了两个 关于我们信仰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神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怎样地来做基督徒 今天在我们中间 有首例的妹妹 感谢主 听说她昨天刚刚觉知信主 那么我非常感恩 非常感谢 神拣选了你 但是刚好我们今天可以来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基督徒 这个对于我们无论是刚刚信主的人 还是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来说 都是两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神 这个回答的是what的问题 信的是什么神 第二个回答的是how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地来相信他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卖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好 我们先来看 这样的一段经文 怎样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神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假神 但是真神只有一个 那么各种各样的假神 产生了各种各样假的宗教 那么他们的神各有各不同 比方说有主管生质的神 对不对 送子观音之类的 那么他们讲起他们的神来说 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我们的神是求子得子的神 那么还有主管什么呢 发财的神 财神 那他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他们的神是掌管的财富 有求必应的神 那么这些假神各有各的特性 但是我们所信的是 真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那么有人就问 你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可能你会说 我们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可能你会说 我们所信的神是 满有温柔慈爱的神 都没有错 最重要的是 祂是神 祂就是充满荣耀的神 对不对 我们的神一定是充满荣耀的 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 第一句是 耶稣说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那么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位充满荣耀的神 祂充满的是怎样的荣耀 祂用什么方式来荣耀祂 人以为的荣耀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是谁 你们看得出来吧 这个是 非常正确 这是一幅世界名画 这是拿破仑 拿破仑 我们人所以为的荣耀是什么 就是家官尽免 对不对 成为帝王 成为君王 戴上皇冠 扎号令全球 充满着权势 那个时候是人以为的荣耀 所以你看拿破仑 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加冕 他把皇冠戴在他的头上 这一刻是他最荣耀的时候 所以人以为的荣耀是 戴上皇冠 充满权势 然后掌管财富 号令全球 这个叫做人所以为的荣耀 可是耶稣是这样子的吗 有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个 镀金的 镀满珠宝的耶稣 有没有 其实真的是有 在哪里 天主教的教会里 是不是 我们可以在那些天主教的大教堂里 看见那个耶稣啊 我上个星期到那个 有一个地方 他是专门收藏了俄罗斯那个时代的很多圣画像 看到的那个耶稣的那个 头上有个圣光圈的那样的一个雕塑 哇 全部是黄金 红宝石 钻石 珍珠那整个耶稣简直是灿烂发光 而且是极其贵重 这个不是我们的神 那些假神他们要镀金 他们要镶上宝石 他们要用贵重的价值来证明他们的荣耀 可是这个却不是我们所信的神 我记得在圣经中保罗 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 彼得当他奉耶稣的名出去传道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金银我都没有 对不对 那个时候彼得代表的是耶稣基督 而且天主教一直认为彼得是第一个教皇 彼得是第一个使徒 所以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穿金带银香满宝石的耶稣 已经忘掉了彼得当年 彼得当年走在路上 看到那些穷苦的人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看到了一个摊子 摊在地上毫无指望的时候 他对了一个摊子说 金银我都没有 因为那个摊子在那里要饭 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但是我有什么呢 我奉拉萨勒人耶稣的名命力起来行走 这个是教会的力量 这个是我们的神 金银我们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 使人得救 使人从最终得到永生 所以后来呢 在中世纪天主教发展到最黑暗的时候 有一个教皇曾经对一个修士说 他带着这个修士来参观天主教的财富 那个时候天主教是掌管着全世界的财富 富可敌国 于是那个教皇就跟这个修士炫耀 他说彼得以前讲 金银我都没有 你看我们今天 金银我都有了 于是这个修士对他说 金银你都有了 可是你却丧失了 奉拿萨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令人站起来行走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神的荣耀 绝不是巨大的财富 绝不是相金待银 乃是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我们神的荣耀是什么 就如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耶稣第一句话说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其实是什么时候到了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如果我们理解是什么 你要登基了 你要成功了 我们的革命快要登 快要成功了 我们大家就要掌权了 是不是 我们一定是这样子以为的 可是耶稣在对门徒说 我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他去世到数第六天 就是说我要死的时候到了 我马上要被处死的时候到了 这在人看来是失败的时候 是羞辱的时候 是我们大家快要散火 我们的革命事业快要完蛋的时候 但是耶稣说 这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我们信的是一位 我们信的是一位牺牲与赎罪的神 他的荣耀不是这个样子 他的荣耀是这个样子 有任何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囚犯 刺身露体 浑身是血 被羞辱 被鞭打 被猝死 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吗 可是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你在世上看到很多的假神 他对你讲 我们的颂子观音 有一座山高 有求必应 有人对你讲 我们的香火 何其的兴盛 那个普陀山一天早上的钟 敲钟可以目击到上亿的至今 可是我们的神 这世界真正的神 可以拯救你生命 主管你生活中一切的神 却是这样一位 在历史上曾经真实生活了33年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羞辱 承担无数痛苦的神 只有这样的一个神 才是拯救你的神 只有这样的一个神 才是真正的神 所以我们不夸耀我们神的能力 不夸耀我们神的权威 不夸耀我们神的尊荣 我们所夸耀我们的神 为我们罪人而死 因着祂的死赦免我们的罪 就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经文 以利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以利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所以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 但祂荣耀的方式 却是通过祂的死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包括和耶稣同时代的人 都不能够理解 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 大家记得耶稣的妈妈刚怀孕 怀在他的时候 去见了 还在怀孕的时候 去见了一个先知 那个先知叫西面 是不是 见了那个先知 那个先知就说 你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 是神的儿子 这句话很高兴 对不对 是神的儿子 但是下一句话是 将来他要死 而且他的死要刺伤你的心 他要死你 你的这个孩子将来会死你 心被刺伤 伤心欲绝 这是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时候 先知就已经预言了 上帝派了他的孩子出生在人间 就是为了这世上的罪人而死 所以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这样 那么在耶稣开始传道 开始行神迹 有很多人开始来崇拜他 来跟随他的时候 他却对那些人说 我即将要被钉死 那么彼得说 不行啊 你可不能被钉死啊 我们大家都跟着你 放弃了一切 跟着你来 你怎么能死呢 你死了我们不就完了吗 可是耶稣说 你说这话是出于撒旦 你看我们人来是爱 对不对 我出于爱 彼得出于爱说 耶稣你不能死啊 我们多么爱你啊 我们一定要保护你啊 抽刀 我就是上了我自己的命 也不能让你死 耶稣说 你说不许让我死 你阻拦我去死 你是出于撒旦 因为我来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死 我若不死 人就不能得救 我若不死 人就不能与神和好 我若不死 神的爱 就不能彰显在世界上 我若不死 你们所有的人 就没有希望 因为我们陷在罪恶之中 因为我们被罪恶捆绑 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人是因为生病 有的人是因为贫穷 有的人是因为受到伤害 受到欺骗 有的人是因为受到政权的逼迫 有的人是因为遭遇到了意外和不幸 看起来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和问题 仿佛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自己的痛苦和问题 可是神却告诉我们 无论你的痛苦 问题 挣扎 困境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问题 都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陷在罪恶之中 我们远离了神 我们切断了和神的联系 我们像一个孤儿和浪子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没有回到父亲的面前 我们浪荡在这个世界上犯罪没有方向 所以无论疾病 贫穷 婚姻 教育 政府 经济 政治 所有所有的问题 来都是因为人与神隔绝 神创造了人 可是人与神隔绝 于是人就没有了生活的源头 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像一个孤儿 我们要自己去挣扎寻找我们的路 去挣扎寻找我们的方向 去挣扎寻找爱我们的人 去挣扎寻找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目的 可是这一切都是突然 我们永远地孤独 永远地流浪 永远地像一个浪子 像一个孤儿 来是因为我们不能回到 创造我们的神的面前 我们渴望回去 对吧 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一点就是 追求天人合一 是不是 大家经常看到 无论是炼丹也好 炼功也好 修身也好 养性也好 为着追求天人合一 什么叫天人合一 其实就是人回到神的里面去 孤儿回到父亲的家中 建立生命的连接 所以人类这种永恒的孤儿状态 促使人们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 各种宗教 都渴望回到神的面前去 所以我们渴望天人合一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渴望天人合一 就是神和我们能够重新和好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用政治 经济 文学 道德 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们离神很远 越来越远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 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是无罪的 而我们是罪恶的 我们是现在罪中的 有罪的人和无罪的神之间 有天渊之别 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天人合一 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 唯有神 他主动地来找寻我们 正如圣经中说 神爱世人 他爱我们 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相信的神是 因为我们如迷失的羊 我们现在罪恶之中 神亲自地来到人间 变成一个人 而且为我们死去 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 是我们这样罪恶不义的人 因着相信他为我们死 罪得赦免 于是我们可以成为圣洁 于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重新和好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所以固然在人看来 他是失败的 他是软弱的 他是羞辱的 可这却是他得荣耀的方式 因着他的失败 羞辱 痛苦 这一切 是我们的 他取走了我们的这一切 痛苦 失败 罪恶 羞辱和刑罚 来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得到他的公义和荣耀 这就是神得荣耀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神 那么我们这所有的人 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历世历代 所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人 我们就是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 我们就是这个被埋在底里死了的 麦子接触的子力 所以我们的神是牺牲与救赎的神 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因为他死去而杰出的子力 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三四年前的退休会的洗礼照片 对不对 看到孙伟义 是不是 看到没有 陈勇的老公 看到没有 在这儿呢 这是陈勇的老公 孙伟义 孙伟义弟兄 这是我的公公婆婆 这是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姊妹 这两位是 柳约 你看这个三四年前 张牧师的 在我们退休会上的一个洗礼 这样的这些人 你看 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这个 这个身高体重 习惯 习性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是什么 乃是他们因着相信 我们的神 为了他们牺牲 为了他们赎罪 所以他们得到拯救 得与神和好 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和我们一样 和美国的基督徒 日本的基督徒 德国的基督徒 中国的基督徒 一模一样的是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因着耶稣死去 而杰出的子力 如果耶稣不死 我们就全然没有异议 如果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就全然没有救赎 我们这些人 不是因为神的道德 能力 神的神迹 神的作为 而得到拯救 我们得到拯救的唯一原因 来是因为他的死 每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例外 也许你到教会 是因为来找女朋友来的 也许你到教会 是因为处理婚姻关系来的 也许你是因为你的孩子信主 家人信主来的 也许你是因为走投无路 需要安慰而来的 无论你因为什么原因 来到教会 但最后吸引你 和决定你得救的一定是 你相信这个人 是为离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你相信这个人所流的血 所受的刑罚 所受的羞辱 所受的痛苦 原本是你应该得的 因为你背离神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爱 因为你现在最终 因为你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你在人际关系中 备受种种的伤害和痛苦 因为你恨人也被人所恨 因为你在这世界上 茫然没有目的 虚度你的年华 这一切一切的缘故 为着你这一切一切的缘故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遭到世人羞辱 因为罪而受到刑罚 流血痛苦的人 原本应该是你 可是神爱了我们 他爱我们到一种程度 他让他无罪的耶稣基督 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 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 来世就因为这一个人的死 来世就因为这两千年前 这一个人的死 今天 有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有了千千万万的新生命 有了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以前怎样的骄傲 怎样的刚愎之勇 怎样的冷漠 怎样的残酷 怎样的没有爱 可是今天 因着这一个人的死 我们的内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的石头心 变成了肉心 我们里边有了 因着他而来的新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所以这一粒麦子 就像我们讲了 我们所信的神 是什么样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 不是高高在上拥有权柄 高高在上拥有财富 不是那一位高高在上 不可仰望的神 乃是亲自担当了 我们的罪恶的神 他是一位牺牲和赎罪的神 好 这是这一段话 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所信的神 是什么样的神 是像麦子一样 埋在地上 接触我们这许许多多生命之力的神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那么我们相信他为我们而死 我们要怎样的来做基督徒 大家看刚才的经文 耶稣先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对吧 说完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第二句话就说 以利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以利 若在地里死了 就接出许多的子弟来 然后接下来第三句话就说什么 如果说前两句话是针对他自己的死 他自己的荣耀 他自己的救赎计划讲的 下一句话就是针对他跟随他的人 于是接着马上 耶稣讲完自己的死之后 立刻就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牺牲的神 是一粒麦子 自己死去去结出许多子弟的神 他是这样 跟随他的人也要这样 这一段经文中间 读起来很矛盾 很拗口 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这里明显看得出来 这个生命和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里有两种生命 是不是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 说凡要救自己 我们大家的理解是说 救自己肉体生命的 对不对 必丧失掉 永生 是不是 那么凡是为了神 似乎上吊了今生的生命 必得着那永生的生命 从这句经文中 我们明显地看到 有两种生命 所以 信主之后 当我们相信 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 是为了你的罪而死的时候 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好比手里的妹妹 昨天晚上 你决定相信神是你的救主 那么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这个变化很大 一夜之间 你身上有了两个生命 以前你只有一个生命 就是你肉体的生命 你要吃好喝好 要保养 要年轻 不生病 要长寿 是不是 你只有你肉体的生命 你要养家 你要养家户口 这个是你肉体的生命 可是当你决定接受耶稣 作为你的救主的时候 你身上一个奇妙的变化发生了 可能你自己不觉得 这个变化就是 现在你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来看 大家知道 这个 罗马书中间有一段话 我们非常熟悉 就是说 我真是苦啊 大家记得那句话吧 我们大家经常引用 为什么 因为那句话简直就是说我们自己 是不是 叫做按照我里边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可是我 就是做不到 我想去行善行不出来 我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 我做不出来 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罗马书中间保罗讲到 我里边有一个律 外面有一个律 我的心里天人交战 这句话 这一段话 是他得救前还是他得救后 非常好 你们的水平都很高 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喜欢用这段话 它会使人讲到说是得救之前 对吧 你在成为基督徒之前 你看 你想戒烟你也戒不了 你想减肥你就减不了 对不对 你这个想找税你就找不了 你想戒掉微信你就戒不掉 对不对 你心里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 你就做不到 所以呢你看 你这个根本就做不到 这是因为你没有信主之前 你就做不到 那么信主之后就做到了吗 没有 保罗的这段话 不是讲信主之前的 为什么呢 这段话 这种痛苦的挣扎的 外面的人和里边的人 交战的这个痛苦状态 是信主之后的 是基督徒的状态 听到这个 是不是让我们大家很觉安慰 保罗都这样 那我就感觉好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 这个意思的原文是人 就是说按照我里边的人 这句话什么意思 现在有两个人吗 里边有一个我 外边有一个我 对吧 我是喜欢神的律 从这句话里边 就可以看出这是信主后 对不对 信主之前 不可能喜欢神的律 对不对 信主之后 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生命 这个生命是什么呢 是圣灵 信主的时候 那个圣灵就进到你的里边了 于是你里边有一个新的人 那个人是圣灵 圣灵喜欢神的律吗 喜欢 所以你会喜欢神的律 没有圣灵的时候 你会喜欢神的律吗 没有人喜欢 你去穿福音那些人 一听到教会就很反感 一听到上帝就会远离 是不是 没有任何理由的 因为人的天性 他不喜欢神的律 所以我们喜欢神的律 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里边有圣灵内住 当有了圣灵内住之后 我们喜欢神的律 但是我觉得肢体中 另外有个律 这原文也是人 但是我觉得我外边 怎么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和我心里的那个人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 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身上有两个人 一个是里边的圣灵 一个就是外边我们所讲的老我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不要弃累 也不要怀疑你是否得救 如果你经常出于这种交战的状态 正说明你得救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交战 因为他们完全不会想到神的心意 比方早上起来 不想去查经 不想去教会 这个时候心里会有交战 因为你圣灵催促 你要去敬拜神 可是你外面老我的肢体 却让你顺从肉体的情欲 和这世界上的种种诱惑 这个时候你会骄傲 这个时候你会征战 这正说明圣灵在你的心里 可是这个征战有什么区别 那你说那就好了 大家都这样 保罗也这样 我也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这并不是我没有得救 来是因为都是这样 区别在什么地方 区别在于 哪一个力量更大 是圣灵的力量在你身上更大 还是你这个老我的力量更大 这个就是区别 圣经中有很多经文讲到这个 比方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对吧 圣灵在你心里感动说 你应该去给他道歉 你应该去爱那个弟兄 你应该去传福音给他听 可是这个时候你心里 圣灵有了这个感动之后 里边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呼求 可是外面的人又讲 算了 我不想理他 算了 我现在去传福音不是有点尴尬 算了 他要得救自然会得救 我也不用做这个 这个时候外面的声音更大 圣灵的声音就被压掉 所以在这里一再地要讲 耶稣讲完一粒麦子之后 立刻从他的身上转到人的身上 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也像一粒麦子一样 大家知道一粒麦子落在土里 是怎么长大的 它外面的壳破掉 对不对 任何一个种子 如果它外面的那个坚硬的壳 不被破碎掉 它就不可能长出生命来 所以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外面有一个坚硬的壳 这是我们老我 是我们肉体 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外面的这个人 可是我们里面有的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圣灵给我们的新人 可是当我们外面这个壳 不被破碎的时候 里面的生命 圣灵的生命就流露不出来 所以每一个要跟随神的人 每一个愿意来信仰神的人 每一个想要来服侍神的人 迟早都会发现 我们最大的敌人 阻碍我们更加爱神 更加像神 阻碍我们灵命成长 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自己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不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很厉害的牧师 不是因为讲台上的讲道不能造就你 不是因为教会的长子同工都不关心你 不是因为小组的茶经材料不适合你 这一切阻止你更加地像神 阻止你生命更加成长的 只有你自己 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 就像这个话 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 你外在的这个壳 你外在的这个老我 你不能破碎的你的生命 是阻止你亲近神 最大的敌人 所以基督徒的成长 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破碎的过程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 凌晨多少步 对不对 就是说你得救 一个基督徒生命中多少步 第一步是这个认罪悔改 是不是 第二步就是保血洁净 是吧 我们走到这步就停了 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就是要奉献自己 破碎老我 就是我们要舍己舍己再舍己 才能使里边圣灵的力量 强大强大再强大 所以基督徒的成长 是一个破碎你自己 你愿意舍己 破碎自己到什么程度 你圣灵在你里边的工作 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你就能够更像神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看有 有很多的人 我们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成熟 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我们跟他交往的时候 我们就能感觉到他的 他里边流露出圣灵的力量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原来外边的那个 他自我越来越淡了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薄了 或者说已经破裂了 所以你能够看到 他内心散发出基督的光芒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 你感觉到这个人 从来都没被破碎过 他依然完好的保持着 他信主之前那个老我的壳 所以你就感觉不到 他里边有圣灵的工作和力量 有没有圣灵 一定有 但是由于他不愿意破碎 他自己外面老我的生命 所以圣灵就流露不出来 让你感觉不到 对不对 有两种人 我们看一下 没有被破碎的人 就是拒绝圣灵管教的人 我们在信主之后 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对吧 没有人在信主之后 就一帆风顺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有各种的理由 但是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 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教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信主之后 你会遭遇夫妻吵架 你妈妈怎么都跟你不对 然后你的孩子也不听话 工作也极次换来换去 不能稳定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时候 你要看到 这背后圣灵的管教 就是为了破碎你的外壳 使圣灵在你里边 能够工作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拒绝圣灵的管教 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信了主还这么不顺 那我就不信了 我觉得信了主 神应该为我来服务 保佑我 祝福我 一切都很好 不是这样子的 虽然这样讲出来 大家很不爱听 我也觉得 很难来让大家接受 可是这是神的话 可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 神绝对不是 当你信了之后 就来祝福你的一切 来是当你信了之后 祂要使你更加地向祂 使你的生命更加地圣洁 使你里面流露出神而来的生命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 祂必须破碎掉你的牢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真实 乃不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像多了一个 阿拉丁神灯的佣人 什么时候说 阿拉丁神灯 你要为我做什么 就做了什么 这是错的 弟兄姐妹们 当你们在信仰的过程中 你也许会期盼上帝 来为你祝福 来为你做很多的事情 这没有错 可是更重要的是 这不是神为我们而死的缘故 神为我们而死的缘故 是为了让我们里边有祂的生命 是为了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像神 在祂的圣洁中有份 所以我们常常拒绝圣灵的管教 所以我们不能被破碎 你看 不能被破碎的原因 第一个是看不见神的手 为什么看不见神的手 只看得见人 比方我到教会去 这个人横竖就跟我过不去 简直是每次我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怎么样都跟我作对 于是我太生气了 这个我要不把他挤队走 我就离开这个教会 这个时候我们只看得见的是仇人 就是说我信主之后 我老公就专门跟我作对 我信主之后 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理解我 我的孩子也讽刺我的信仰 我信主之后在单位上 我反倒不能像人家那样 赤膊上阵去抢去拼 我们没有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神的手在背后 我们只看见的 这个人也跟我过不去 那个人也跟我过不去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跟我过不去 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手 星期五的晚上 我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去了这个McLean Bible Church 著名的McLean Bible Church 为什么我说它著名呢 不是说它是我们本地最大的 超大型上万人的教会 也不是说它有非常绚丽的舞台和 电声音乐 也不是说它的这个牧师 非常幽默 非常的受欢迎 因为我很早以前 刚刚来到本地 大概五年之前 我就一直听说过 McLean Bible Church的著名之处是 它是一个逃城 所有在各个华人教会受伤的人 都会到McLean Bible Church去 为什么呢 我就说 这个为什么呢 我去了我就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教会很大 太大了 上万人 你去到那个教会之后 你不必认识任何人 你不必参与任何服饰 你坐在那里享受 听一下电声音乐 在牧师讲道的时候 很幽默 哈哈大笑一下 你有没有服饰 没有人care 你是来了没来 没有人care 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发生人际关系 旁边全是一万多个白人黑人 谁也不认识你 那么你只用享受就好 你做没做奉献 你有没有服饰 少没少地 才没参加查经 没有人care 所以我早就听说 这个麦克林 Bible Church 是一个著名的陶城 所以呢 这个在华人教会受伤了 受伤了 我服侍 我带领小组长 这些人就这么 我天天开放家庭 请大家吃饭 这些人居然就这样对我 去了 麦克林 Bible Church 然后 我在这个教会 跟牧师两个人吵架了 这个牧师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挤对我 就是不让我怎样怎样 于是去了 麦克林 Bible Church 为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讲的 拒绝圣灵的管教 是不是 于是我受伤了 于是我失望了 于是我不在这里 跟大家相爱相杀弄地 写入模糊了 于是我去到一个万人大教会 很安全 像个隐形人一样 那么我既然是基督徒 我当然星际天要做敬拜了 那么就坐在那里就好了 然后呢 听完了 很轻松很开心 我就站起来走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就堵了你们去 麦克林 Bible Church的路 以后有人跟我讲说 最近怎么好久 没有来教会了 我去了麦克林 Bible Church 那我就知道了 要么就是你在教会 跟人闹矛盾了 要么就是 你拒绝圣灵的管教 你决定到一个更安全 把自己包得更紧 藏在壳里头 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这个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也彼此相争 我们有征战 我们学习怎么服事 我们学习怎么饶恕 我们互相指责 我们互相伤害 我们又互相饶恕 我们在这一切中间 来学习破碎我们的外壳 我们曾经像刺猬一样在一起 不能够容忍 可是经过这十几年 我们学会接受彼此的软弱 我们一起奔走天路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但是我们愿意 血肉模糊地建立在一起 接受圣灵的管教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因为这是神的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 罪蒙赦免的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 耶稣基督接触的子力 所以不能被破碎的人 他当遇到一点障碍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逃避 对吧 我走了 我不在这儿了 第二反应是自我保护 自闭 从此我就不交心了 我不跟你们说这些了 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你就一次一次 拒绝了圣灵的管教 于是你的这个外壳 一直不能被神所破碎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太止爱 是不是 我的情感很重要 不能受到伤害 我的理性很重要 不能受到触碰 我的一切都不能受到改变 开会的时候 对吧 我的意见这么的完美 你们居然都不接受 不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拒绝圣灵的管教 我们看不到这一切 征战的背后是神的手 为着要破碎我们老我的生命 使我们里面的圣灵流露出来 所以神所爱的儿女一定会受到管教 如果你信主之后 你一点都从来没有受到过管教的话 圣经中说 那你一定不是神的儿女 比方说五个小孩 在那花园里头摘花乱踩 搞破坏 这个时候一个妈妈跑过来了 揪住两个小孩 啪啪啪打屁股 旁边的人就说 这明明有五个小孩 你为啥只打那俩 那妈妈说 因为其他三个不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没必要管教他们 我没有必要教导他们如何行事 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没有必要为他们的生命负责 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 所以神一定会管教你 为着使你更像基督的样式 就像圣经中说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了经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乙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你信主的历程中 一定有被管教的事 当时是何等的痛苦 是何等的难过 可是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 却结出了平安的果子 就是乙 我们上个星期听到 热风弟兄的见证 就是这样子的 圣灵的手 为着要来使用它 让它经历了神的管教 却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像圣经中说 唯有我们的父 天上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想更加地成长 我们不是要求更多的祝福 我们不是说 神啊我给你什么 你给我什么 来是说 我愿意 神我愿意 在这一切的背后 看到你的手 我愿意放下我的挚爱 来接受圣灵的管教 我愿意破除我的麦子 外面坚硬的壳 为了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实 所以你若不被破碎 你是那么的坚硬之地 神就很难在你的身上 让圣灵成长 我们也会看到那些被破碎的人 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平常在一起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什么样的人 你会在他的身上看到 被破碎过的痕迹 对吧 那些特别自信的人 还特别剑拔鲁章的人 那些特别那个 就是财气外露的 特别相信自己的判断 特别相信自己属灵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还没有被神破碎 有的人很聪明 有的人天生的知智很好 可是神不用他的缘故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被破碎过 我相信大家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比方说摩西 圣经中的摩西 对不对 摩西之前 他在埃及王宫的时候 圣经中怎么说他 什么口才 才能样样具备 圣经中说 世界上的事 样样精通 对不对 摩西是世界上的事 样样精通的人 可是神这个时候不用他 因为他还没有被破碎过 他外面的老我 非常的强大和顽固 他有邪气 有勇气 有智慧 有才能 可是神不能用他 因为他不能流露出 内在圣灵的生命 于是神把他带到旷野 他在那里荒废他的生命 可以说是荒废他的生命 但是却是神在使他柔软和破碎 一直到他的八 到了八十岁 摩西彻底被破碎了 可以说他世界上的功夫彻底被废了 世界上的才能彻底被废了 他在神的面前说 我是个什么 笨口啄舌的人 他不是的 他是口才很好的人 当他说我口才很好 我为你传福音的时候 神不用他 当他说 我是个笨嘴啄舌 无用的人 神说 现在你已经被破碎了 你有了因破碎而产生的柔软 因破碎而产生的谦卑 因破碎而流露的生命 所以你可以为我而去 为我而用 因为你破碎了自己 你就可以借着我的圣灵 接出生命的果实 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离了一次婚 他之前他太太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他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他们两个呢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都差点上了小电视台 就是他和他的太太两个人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他太太刚刚学会开车 那么他教她开车 他就在旁边不停地唠叨唠叨唠叨 唠叨叨 他太太火冒三丈 气得要死 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 夫妻两个人 有两件事情不能做 至少有两件事情不能一起做 第一个是不能交开车 第二个是不能在一起装修 这一定要老 所以呢 他呢就是这样 这个老公就坐在旁边 打灯打灯打灯 又在又在又在 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结果这个太太气到什么程度 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 下车从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回家 力行狂奔回家 然后这个先生气到什么程度 开车走了 在北京京省高速上 所以呢 就是这么这么厉害 两个人都觉得没有错 这个太太觉得简直叫气疯了 我开车你在旁边不停地说 然后这个老公觉得 你这是怎么在开车 我都是在为你好 对吧 装修也是这样子 两个人一起装修 我记得我们在北京 买第一套房的时候装修 我们就有一对朋友 刚好家里是开装修公司的 我们就交给他们说 后来别人说 装修啊 夫妻两个一定要闹离婚 一定要吵架 我说我们两个没有啊 我们从装修到最后都没有吵过架呀 然后给我们装修的那对朋友说 你俩是没吵架 我们俩为了你们家装修的事情 差点就闹离婚了 因为他们说 刘明肯定喜欢这个灯 他说胡扯 刘明肯定喜欢那个灯 所以他们两个都开始闹起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没被破碎之前就是这样的 各有各的组件 而且每个人都是对的 这个弟兄也是这样子的 后来他离婚了 离婚了呢 感谢主不久呢 他就又结婚了 有一次呢 我们出去参加一个活动 他和他的新婚太太就来接我 载我一起去 我就坐在车上 我就看到这个弟兄 他那个新的太太 开车开得真的是很差呀 一脚刹车 后面的人就头撞前面 然后灯啊 什么东西的 完全是错的 结果这个弟兄一声不吭呢 甚至于安详到 还可以闭目养神 我坐在后面我都受不了 但是我不能不好讲 后来下了车之后呢 我就说 咦 不像你啊 今天怎么什么话都没说 车开成这样 这个弟兄就 微笑 很微笑 很柔软地对我说 现在我知道 有比开车车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被破碎过的人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被破碎过的人 他自己的正确 他自己的好心 他自己的公义 他自己认为的有理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已经被神破碎过了 他知道有比 有比怎么样正确地开车 有比指挥别人去做正确的事情 有比让人家听你的话 更重要的是爱 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婚姻 是对方的感受 所以这个小例子就讲到 一个被破碎过的人 他就不再那么自信了 我认为不公义的事情 你怎么做呢 我认为不正确的事情 你就必须来改啊 他变成了一个温柔两可的人 所以我们在教会中 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我们在教会中看到 有一些很成熟的弟兄姐妹 他们不再那么容易论断 不再那么容易批评 在开场之会的时候 不再那么容易地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 他已经是一个被神破碎的人 我们可能不知道在他身上 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 他的外壳已经被柔软 被破碎 他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 不再自信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有时候太自信 在神的面前才是不好的事情 他已经不再那么自信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再那么自信 他对人的帮助是应该的 不再那么自信 他是最属灵最正确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因着破碎自己 而产生出来的柔软 谦卑 神可以用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 是温柔两可的人 是这样做很好 固然符合我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那样做 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相信神在你的身上 有工作 有功课 相信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中 允许别人犯错 允许别人跌倒 不再心里就是站出来打抱不平 不再决定要去彰显自己的公义 为神做工的时候 就产生了真正信靠与顺服的人 这样的人出于的是真正的信心 这样的人出于的是真正的谦卑 这样的人也是真正的相信 神的大能与掌管 所以这样的人才是神所要用的人 无论是你要去传福音也好 无论你要做家庭见证也好 无论你要去服侍神 带小主带领弟兄姐妹也好 弟兄姐妹要看到的不是你 外面坚固的外壳 是要看到一个曾经伤痕累累 曾经被圣灵无数次管教 如今破碎了老我生命 温柔谦卑 可以流露出内心 来自于神的圣灵的生命的人 这样的生命 才是为神所用 可以接触子力的人 非常的令人向往 我们可以想象 当你破碎了自己的外壳 破碎了老我的生命 让里面圣灵越来越成长 可以毫无阻拦地流露出来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生命 是何等的新香 何等的美好 那样的一个生命 是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主 来造福祝福你身边人的 这是何等美好的生命 我们都渴望这样的生命 也愿意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要做的事情 只是在神面前 说我愿意 主啊 我曾经如此宝贵 我自己的情感 理智 意志 我自己的正确 我自己的判断 我宝贵的这一切的外壳 就像麦子的壳一样 紧紧禁锢住了我里面内在的生命 当我在服事的时候 弟兄姐妹看到的是我的聪明 看到的是我的才智 看到的是我的高效 看到的是我自己的爱 我的热情 我的善良 我的关怀 可是主要把这一切都拿去 把你的公义 把你的爱 把你的善良 把你的热情 把你的才智 全部都拿去 它要把你完全地破碎 使你成为一个柔软的人 使你里面圣灵的力量 可以毫无障碍地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破碎 我们接受圣灵的管教 管教的时候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人际关系的伤害 不被理解的痛苦 被误解的痛苦 没有得到 你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 你以为自己应该得到的 权力的痛苦 这一切的痛苦 我们要在背后看见 是一双温柔的手 它要将我们这卑贱的器皿 脱离这一切的卑贱 是为了将那宝贝 放在我们的里面 是为了将我们里面的人 刚强起来 所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银礼麦子 银礼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银礼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为我们牺牲而赎罪 以祂自己的死 来赦免我们的罪的神 而我们要跟随神的人 是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 成长起来 破碎我们外面的老我 愿意舍弃 愿意舍弃我们以为的一切 为要得到耶稣基督 为要更加地像耶稣基督 我们也像麦子一样 当麦子在黑暗的土壤中 就如我们在种种圣灵的管教 在我们以为的痛苦中 忍耐 这个时候我们身上的壳会松动 会破裂里面的生命 就会从黑暗中长出来 有一天我们从地上长出来 那就是圣灵的果实 大家知道圣灵的果子 我们都很熟悉 忍耐 喜乐 温柔 良善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中间有没有任何一种果子 不是破碎的结果 忍耐是破碎的结果 良善是破碎的结果 甚至喜乐都是破碎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直紧紧抓住 我们自己的一切 不肯接受圣灵的破碎 当遇到圣灵破碎的时候 我们逃避 我们失望 我们决定放弃 我们决定到 麦克林 Bible Church去 藏起来 我们就一次一次地 失去了我们成长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愿意 神啊 无论我现在是多么地痛苦 我是多么地不能理解 但是我愿意像你一样 破碎掉这一切 我认为的外壳 为着使我里面 圣灵的力量能够成长出来 为着使我能够效法你 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这个就是 以你麦子 为我们做出的回答 这位弟兄叫 利托森弟兄 他曾经写过一首歌 大家都非常熟悉 《炼我欲经》 在这首歌中就清楚地讲到了 基督徒的生命 是被神破碎的生命 利托森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侍奉神的路 乃是被破碎的路 你今天被破碎了吗 感谢神 因为神要使你成长 神不让你停在原地 保有自己的壳 神要大大的用力 大大的祝福你 神要将你那瓦器中充满 来自于他自己的宝贝 所以今天最后 我愿意和大家一同 我们一同来唱 利托森弟兄的这首歌 让我们对神说 我愿意像麦子一样 被破碎 为要更加地向你 我们请来一同 大家请礼 就不能成有 你若骨头骨头如正 它就不能变成就 你若不连拉大成高 它就不留芬芳 祝我这人是否也有 手里许可的床上 每次的大祭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如果离我所有苦乐 不能完全相同 要离起了许我福乐 我就愿意躲苦乐 我就愿意躲苦痛 祝我全心求你喜悦 不惜任何代价 我每次的大祭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再要赞美 赞美和等感天 祝我便赞美 水我便赞美 便流泪 感天比前更加甜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 比你喜悦可保 救命 祝我只要赞美 赞美 而 directing först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必以自己来代替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必以自己来代替 你若不要甘烂成者 他就不能成佑 你若不透葡萄物色 他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连拉大成功 他就不留芬芳 主我这人是否也有 手里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必以自己来代替 如果你我所有苦乐 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乐许我苦乐 我就愿意躲苦痛 祝我全心求你喜悦 不惜任何代价 你若喜悦兵的荣耀 我被任何十字架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必以自己来代替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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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要赞美 和等感天 最我便赞美 便流泪 甘甜比千更加甜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 比你喜悦可保 主我只有一个祷告 你能加增我减少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再要赞美 赞美和的甘甜 水我变赞美 变流泪 甘甜比钱更加甜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 比你喜悦可保 主我只有一个祷告 你能加增我减少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 主啊 恳求你亲自地祝福 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恳求你亲自地来坚固 你所爱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在你的愿意面前 认我们的罪 主啊 我们多次受到圣灵的管教 我们为此而流泪痛苦 主啊 在这时候我们看不见你的手 但是主啊 恳求你向我们彰显 因着这一切 都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合你的心意 主 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许下誓言 我们愿意效法你向一粒麦子 破除我们自己老我的壳 去掉我们自己一切以为的正义 去掉我们一切以为我们自己的爱 自己的公义 自己的感受 来是为着单单要得着主你自己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谦卑破碎自己来接受你 主啊 一切你在我们身上破碎的东西 一切你拉走的东西 主 离你自己来代替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愿意苦痛为着求你自己的喜悦 恳求你亲自的来兼顾我们 因为没有什么比你更好 愿我们得着主你自己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大家请坐 感谢主